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叫做林冠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按下小铃铛 好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确实中国的政治跟经济 会为全球2024年以及台湾带来新的变化跟变数 而这一个时间加入我们讨论的有四位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陈松兴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董立文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在台湾念书的香港青年罗子维 大家好 再来是世聪 大家好 好 那中国的这个林林总统的变数 经济问题跟房产的泡沫是核心中的核心 那指标的案例就是恒大的破产 世聪刚刚看到的是恒大这个地雷炸了 问题是中国房地产还有成千上万个地雷 对 没错 事实上恒大这个已经被这个下令清算之外 事实上目前为止 包括像碧桂园等等 也可能都是摇摇欲坠的一个状况 那目前为止中国有两大危机 一个就是因为房地产所引爆了整个地产的这个风暴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地方政府 这个其实跟房地产有关系的 这个所谓地方债务 那非常非常严重 还有企业债务 这两大危机呢 压了中国经济几乎是喘不过气来 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家的这个得奖者克鲁曼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 他的文章就是说呢 中国目前为止面临到了局面 为什么难以解决 主要原因是问题是出在习近平的这个身上 因为他的这个独裁的这个个性呢 扼杀了整个民营企业的这个发展 所以呢 让这个从改革开放以来的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呢 没办法继续下去 尤其是说 他好像常常都是想到什么就怎么样去改变 那这就没办法这个有非常好的这个前景可以期待 那同时之间他还说呢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呢 中国的这个民间的消费是比较低迷的 这个中国拉动的这个经济成长 主要就靠政府支出 还有靠这个所谓的房地产的这个投资 来拉动整个这个经济的这个成长 那现在因为呢经济这个所谓因为房地产这个火车头已经降温之后呢 所以中国接下来会面临到非常惨痛的结局 他就说呢 有人会想起这个80年代的这个日本的这个大泡沫 但是呢他不认为说中国能够像日本这样子能够迅速的调整 所以他认为说中国接下来可能会面临非常困 非常严重的这个经济困境 那他担心的是中国会不会透过所谓的军事冒险的这个行动呢 来转移人们对于经济的这个注意力 那这是克鲁曼的这个说法 那当然呢 连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外界的这个看法来说 也都认为说习近平呢 目前是误判连连的一个状况 那虽然中国目前为止官方 包括说像这个何立峰啦 或是他们的这个经济数据啦 5.2个percent去年的5.2个percent都还不错 那甚至外这个所谓何立峰 或是说像李强也对外说一直认为说 我们欢迎外资来投资 但是显然呢 外资并不看好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 甚至连中国自己本身的经济学者 在应这个所谓美国之音的这个访问里面 他也谈到说 因为呢 他曾经担任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 综合研究院的这个主任 他说呢 目前为止中国的政府体制 还有官僚 还有业界的危机是前所未见 他认为他不认为说中国的 这个目前当下能够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他说呢 过去一段时间是累积过久 包括说像银行的贪婪啊 还有这个风险意识不足 那把太多的这个资产都压在这个房地产上面 造成现在的这个危机 那因此呢我们看到中国另外一位经济学家 上千万人的这个就业 那从此呢 经济的这个发展也占中国的30% 所以呢 他说过去纵观世界的历史里面来说 经济危机都是跟房地产有相关的 所以他当然非常担心说 中国可能会爆发类似像 2008年金融海啸这样的一个局面 好那为什么会担心呢 我们知道2008年的金融海啸是 由一个雷曼兄弟去引爆之后呢 然后整个这个所谓的骨牌效应就这样显现 那现在大家为什么会担心中国房地产 因为主要是因为第一张骨牌就出现了 那就是我们刚才看到报道的恒大 那恒大目前为止来说啊 已经被香港的官 这法院命令要清盘 那当然目前为止来说啊 香港法令的要清盘的这个状况来说 是先止于所谓的他在海外的这个部分 那至于说在中国经济的部分来说啊 这要北京当局首肯或同意 那目前为止北京当局对这件事情 并没有具体的这个看法 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呢 北京方面都会同意说 香港法院所判的这个判决 他会执行包括说 香港法院判的判决 曾经在深圳上海还有厦门 曾经都执行过香港法院所要求的清算 那我们知道这个恒大的总公司在深圳 所以如果按照过去的官例 是可以在中国清算 可是问题是他在中国清算 这个牵扯范围太广大了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可能是先就他的这个外 这个在外海外资产的部分先进行清算 可能优先会被保障的就是 这个包括说他们公司的这个业主啦 或者说包括他们公司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债权的 那至于说股东大概是 完全就没有任何的这个 剩下的东西了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以目前为止来说 中国房地产为什么还很难走出 这个泥脑呢 我们先讲 你一个房地产要好的话 你要这个整个销售量要起来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以中国的销售量来说的话 2021年的销售量是18.2兆人民币 那2022年呢下降到13.3兆 然后2023年又下降到11.7兆 所以你看从18降到13降到11 也就是说你在往下探底的过程里面 你没有办法爆量出来 没办法进行一个所谓换手的这个态势 而且你现在整个量是在萎缩 下跌的这个态势 表示这个探底的局面 还是持续在进行之中 所以今天中国呢 他们有提出所谓的三大工程 希望能来带动起整个经济的这个发展 这三大工程就是中国官方三令五声 要求说你要保工坊 就是所有人都那个所谓 没有盖完的烂尾楼 你要都给我盖完 另外就是城中村的这个改造 还有所谓的公共建设的再投资 所以希望用这三个方式呢 能够让整个房地产景气呢 出现一个支撑的这个状态 但是看起来的话 恐怕我刚才讲到 销售量在下滑的这个状况来说 是不理想的 那我们就讲除了恒大之外 现在必过远也是准备 有可能会 只要有人在这个 提起相关的这个清算清盘的话 那搞不好法院也会 审理这样一个状况 好那房地产的发展呢 我现场有一位来自香港的年轻人 罗子为 事实上亚洲国家这一波 房地产的价格最失控的 首推香港跟中国的北上广深 然后呢 事实上是这一波的大涨之后呢 后来呢 这个1516乃至于18年贸易战之后 台湾的房地产 也跟着涨一波 那香港的楼市是最夸张的 香港前几年哦 我还观察过 他们卖过一种楼叫做奈米楼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小 室内的坪数可能是三坪五坪 但是他也算一个单位算一个楼 可是呢 在当年香港的房地产泡沫发展过程当中 年轻世代跟普遍的香港中产阶级 是非常非常的痛恨的 所以这也使得 这个香港的包含 当年的雨伞的运动 或者反送中的运动过程当中 对于经济跟房价处境的不满 也是里头其中一个 对当局不满的原因 没错 绝对是这样的 刚刚宁光姐所说的奈米楼 虽然很小很小 但是我这种年轻人跟 比我年长20岁的中产贴旗 也绝对买不起 可能要工作个十几二十年才不吃不喝 才有可能买不起这种 奈米楼只有一个床位的那种 所以这个 那总之一个床位的 常常市价折合台币 也要大概一千万台币以上 可能不止 可能不止 很夸张 所以这种生活的困难也成为了香港不满的原因 就像宁光姐所说的 而最可恨的是我们这个香港的政府 不是一个民主的政府 所以它不会有任何的措施 来希望说要慰及那些民众 反而它是跟地产商通流合污 不断的把流价推高 地价推高 不断的坚称自己没有地人 所以就要不断的把那个土地的供应减少 但是其实这些都是谎言嘛 其实香港还有很多土地可以开发 就算不开发土地 你还是可以用那些不同的房价的措施 来打压那个房价 让普通香港老百姓的生活可以得到保障 可惜的是因为官商勾结 因为地产商的买地的钱 是香港政府的收入的主要来源 那所以如果土地一跌 土地的价格一跌 那香港政府就不要少钱 就没有库存了 所以他一定要把那个土地的价格往上推 但可信的是 随着香港变得越来越展示他的威权性格 那越来越多的外资 香港人甚至是中国人 都不敢来香港投资了 包括最喜欢投资的房地产 那来自世界各地的热钱 不流向香港房地产市场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林冠杰可以也查一查 香港楼价最近一两年是跌很凶 没错没错 就是有时候 就是反送中过后 香港楼价就从一个顶峰开始往下跌了 没错 所以现在如果回去的话 有一点点那个买房子的希望 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才有希望 好 那在香港有很多年轻世代 事实上跟台湾的年轻世代也是类似的 不仅仅是感受到自己一生买房无望 在香港楼价最高的巅峰 很多人也觉得连租房都很无望 那或者租的是很烂很烂的房 像个监狱一样 所以那个东西也是对于 这个香港的执政的当局 很大的民怨之一嘛 但是类似的压力在台湾 其实也反映在政治压力上面 你怎么观察这个现象 我自己觉得是 幸好台湾还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那现在的台湾青年 当然对买房 当然对土地价格等等 这些都很不满 但是这个不满 有办法透过这一个正常的民主政治来反映 这次的选举就反映了这种不满嘛 也让民进党就是政府有一些反省 也不断的想要推出新的土地正义的一些政策 但是香港呢 香港不是一个民主政体 所以即使我们讲了二十几年 三十几年 四十年 从英国管制的时候 已经在讲 到现在到中国来统治我们 还在讲 结果他们都不管 现在幸好台湾是一个民主的政府 所以我们讲了几年 像台湾的新年讲了几年 台湾政府有一个 有一个就立马有反应了 所以这个不能内比了 我觉得 好就是以台湾的民主跟选举的过程来讲 台湾大选之前 三个政治的候选人的土地问题 都被拿出来讨论 那赖清德是矿区老家老房子 柯文哲是特用农地 在台湾特用农地铺水泥 就等着地幕变更跟重化的 那当然这个侯友宜说 哎娘家有钱 但是包租公 好包租公也是 确实是台湾的其中一个 土地投资的模式 所以其实他们三个人的房产问题 之所以变成政治问题 很大的一部分 也反映现实台湾 我绝对认同 我绝对认同 而其中当中我就是 如果真的说 我作为半个台湾青年好了 住在台湾也快两年了 我其中最不满的 当然就是那个包租侯 包租侯先生 我是蛮不满 就是一个想要选总统 为人们谋父子的人 竟然要用那么天价 来宰学生 而且他的目标群众是学生 就是这个社会当中比较弱势 而且比较需要我们支援的人 我这样的人 大家都经历过的这样的人 大家都知道学生时代有多辛苦 而他要选总统 结果他对这些弱势的群众来下手 这算什么就是可以选总统的人 我就是蛮不满的 好你就蛮不满的 那如果以他的租金行情的话 就是你现在的房租的行情的两倍 因为他大概是一万六 那你一个月大概开销八千 所以你的人生 大概现在的规划就是 假设你将来学业告一段落 你希望你有比较好的经济的收入 那改善你的生活跟住房的 这一个基本的条件嘛 没错 但是当然这是困难重重啊 所以才让现在大家看到的选举结果 会变成这样 我还是非常希望未来的总统 以及四年以后再八年以后 十二年以后的总统 以及各个候选人 都要好好思考怎么照顾 就是年轻世代现在的困境 现在已经不是三十年前 好那陈老师我今天呢 这个邀请紫薇来录影 因为他的身份最为特殊 他在香港当年也是反送中的 这一个争取民主跟权益的年轻世代 然后他自己也知道 香港的房价跟房租 远比台北还夸张 但是尽管是台北也夸活不下去 因为不算学费一个月 就开销三万啊 那很辛苦的打工 大概也只能打平 所以为什么年轻世代 对房价很有感 会变成政治议题 那个是完完全全可以理解的 而且也可以预测的 而且我也可以铁口直断 赖清德如果处理不了 这种反弹跟民怨 他下一任要连任 也保证是艰难的 可是呢这样的问题在中国 状况更惨 就是他的这个房价所得 已经是绑架了中国的中产世代 年轻世代多年 那现在泡沫化之后呢 绑架金融体系 那绑架到习近平都要进场救市 那绑架的许多地雷呢 事实上又是一大堆救不完 恒大可能是冰山一角 后面还有一大堆地雷等着炸 我想这样看 我们大概半年多前 在这个节目就在讲 中国目前可能处在系统性经济危机的边缘 那之后我们也曾经在这个节目讲过 恒大绝对不是最后一个 那我们先来讲这很大事件 我补充一下一点就是说 香港跟中国政府 中间是有一个司法协助的协定在 事实上是九个协定了 那这个协定呢 最后一项呢 是在上个月29号生效 那我们这个裁定 这个清算是生效之后 那么做出来裁定 问题是说 大部分很大的资产 确实都在中国境内 好极了 你这个东西你要不要执行 因为他们解释啊 在那个九项协定里面 其实是有个弹数的 破产跟清算不在那个范围内 所以中国的法院可以不执行 可是不执行 你不是中国又要吸引外资进来吗 那我看看你还有那么多家 那如果这种情况之下 是不是我们所有的在线人 干脆我都请求清算 我一次让你倒得更痛快 这个情况就是我们讲啊 它符合系统性 金融危机的所有的特征啊 那这个部分我估计啊 中共还是必须要善意的谈判 不过就像这次清算的案件里面啊 那个这个法官啊 这个Linda Chen 他讲说enough is enough 你们不要再给我玩拖了 他拖了七次嘛 所以我估计啊 这一次可能要认真的来处理 那地方政府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 还是一个字叫做拖 我没有跟你讲你拿不到 但是我也不告诉你 你可以拿到 为什么呢 因为地方政府要先拿 我怎么可以让你老外先拿呢 所以这个部分恐怕还要争很久 但是这个情况就是说 接下来的效果 其他的地产商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今天看得到 不管是地位人 地位人几乎是肯定是下一个啦 那么这个 当然之前有一个案件是很特殊 曾经有 重整的时候 跟在线人达成协议 基本上其他都很难 那我们来看 包括万科啊 包括其他都有 所以我们看这加速太多了 所以他这个东西 确实就是我讲的 这种系统性的危机 因为他是一个一个的骨牌 接着倒 你这个没有处理好 后面就跟着给你清场 但是如果是在讲说 恒大本身会不会构成系统性危机 这个应该是不会 因为我们来看下一张 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这一张 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他本身的负债 银行的借款 种种的这种负债 我们来看 跟市场相比 以及跟目前 他的整个行业相比的话 他的比例并不算是特别高 唯一一个就是美元债 因为中国是这样子 中国的地产开发商 有民营的 有国营的 那么国营的 基本上拿钱很容易 银行没有不带给他的 民营的拿不到钱 所以民营只要一上市了之后 就是要去海外发债 那发了美元债 那时候觉得利率很低啊 没关系 拼命抢钱 好了 现在利率也上来了 这个部分啊 光是这个利差 造成的压力啊 你命一堆 我看这些开发商 这个已经没办法清理了 所以目前来看 本身是一件事情 那我必须要讲 恒大的清算 不是一个结束 它是一个开始 开始一系列的 我们都还不知道 将来要怎么处理 所以这个就是 比较麻烦一点的地方啊 那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啊 为什么我刚刚讲啊 地产商其实没有解 因为我们看这张表的 这个左边这边啊 就大的七块 你可以看得到啊 目前的违约是快速的在增长 而右边是销售 销售就是你现金流量嘛 因为不管是银行的钱 或者是客户的钱 你现在现金流量都没有了 那么你自己又一直在违约 就现实的就是你的流动性不足 那这个是一个普遍性的 中国地产开发商太多了 所以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 就讲说那个地产上 今年一定还会有很多的爆雷 所以你进去救市 股市去救市没有用 你救一次 我给你报一次 对不对 最近又搞了一个梁造 弄了梁造之后再来一次 就不是这个案子吗 所以我们再来看啊 这下一页 这个就是一个流动性的问题 你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目前啊 它这种资金的部分的贷放啊 整个都下来 所以我们已经很清楚 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今天就把这个 中国地产商的情况啊 跟大家说得更清楚一点 你看看它百强啊 2023年下半年 百强企业啊 哪一个业绩没有下来 每一个都下来 所以你把年度跟年度来相比 然后再把季度跟季度相比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尤其是到那23年的 后面那个第三季第四季啊 那很明显的嘛 没有人会买 所以我们这边碰到一个问题 如果你知道没有人买 房价下跌 那我是老百姓的话 就有个现实的困难了 我要不要继续缴我的贷款 因为铁过我的贷款的价格 如果我今天不缴断供了 好了你说我信用有问题 那我责任 那我已经看到一个老百姓 讲是说我都没钱了 我管你什么信用 不信用不差啦 那这种情况就变成是说 断供了很多 断供了很多啊 法派了就很多 那法派了有没有人接盘呢 也很难 所以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再看下一页 也是一样这个房企的问题 所以你看主要都在哪里 都在民营的房企 各位看那个大的那个八恰 你就知道 国营的啊 我们讲国企的央企的 基本上它影响不大嘛 影响最大一定就是民营的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民营的企业啊 你说习近平有要救民营企业吗 我看未必吧 他不像是有这么大同情心的人 所以呢 说不定就趁机会 把这民营把它并回来 都有可能 所以基本上啊 现在我们在讲 有一些的在前人认为是说 哎呀恒大清算了之后 那么中共中央会不会因此出来救碧桂岩呢 我看难吧 因为说不定他就希望你倒掉 我直接把你清盘 然后我们自己来做 所以来看啊 为什么讲说碧桂岩 很可能是下一个 我们来看这里面有两个意义 一个就是说碧桂岩 其实它的项目 比恒大还多四倍 所以它一倒的时候是更严重 那我为什么要把这个 左边这个 横的巴架给大家看 我要让大家知道 这一波受伤的 中国自己内地的债务 自己的人可以自己去掩饰 自己吃来吃进挪来挪去 外人的这个债钱 他没办法挪 而且他透明的 所以呢 这一波啊 如果他是雷曼兄弟事件 有没有可能呢 他的可能性之一就是说 如果你再这样倒下去 那些外资银行 在中国他的exposure很大的 很多家哦 你这里第一名是黑石嘛 第二个是HSBC嘛 再来安联嘛 再来复达嘛 然后UBS JP Morgan嘛 都是大咖 而且都是亲中大咖 对 我跟大家讲 这一张表 因为是最新的表 如果你再看过去的历史 跟大家讲 有一家银行在中国投资 非常大的 叫做花旗 花旗最近呢 又开始大财员 又开始大财 你知道花旗哦 这两三年一直在撤退 对 撤了老半天 他中国的exposure太大 对 他总共只减少了百分之二十 他还有百分之八十的资产在中国 那你的钱怎么拿出来 所以你是说不管房地产呢 或其他投资的项目呢 或者股市啊 我告诉你啊 中国目前的出了事 美国银行业不可能完全豁免 他基本上一定会有人中奖 所以我打个唱 所以这些业者的中国呆账 到底那个黑洞到最后要打多大 很难讲 我们目前已经看到有一些在打 像我们刚刚讲的 包括在香港HSBC 因为他比较透明 已经在打了 在美国的话 里面几个大咖也在打了 所以我们会看得出来 为什么他们这一个 出来的财报数字很难看 坦白讲 这个东西一烧 因为中国可以掩饰太平 美国还欧洲国家很难 所以那几咖 我想我们需要密切的来关注他 是有这个问题 那这个任何之外 我们来讲国内的银行好了 我们目前看得到 中国中大小银行 其实对普通厂放款都很多 可是其中有一家 我们就觉得特别的 叫民生银行 他对恒大相关的放款 是到匪夷可思的 这种所思的地步 那这里面当然 它是一个像光大 所以在这个过去里面 我们都把这数字都拿出来 一项一项给他点 其实呢 这一些的铺险都很大 那换句话说 恒大 这是光恒大 恒大倒了之后 这些的大银行 国分制银行 其实就会被烧到 我还没有把小银行列进来 那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理解一下 中国是不是整个银行体系 基本上就 刚刚你说讲 你已经是被套牢了嘛 你就被人家抓了 你怎么办呢 那接下来一个大问题 整个房地产的泡沫 谁要接盘 如果他继续的倒的话 中国的经济 跟他的银行就这样挂了 但是习近平做了一个决定 他的决定就是说 我们看得到了地产上的问题 让银行全部承接 而且呢 他那时候因为这个 之前的这个 李克强的时代 还有一些银行官员 他说我们怎么可以这样放款 给这些不好的企业呢 他们现在搞了一个白名单 记得吗 上次的中央金融会议是谁主持的 不是李强哦 是蔡奇啊 国安的人出来主持 他意思是什么 你们给我看着办啊 对不对 如果你不配合是什么效果 所以他现在每一个地方都在出一个白名单 这些名单里面的房企 你都要给我放款 不管有没有单薄品 换句话说 他就是直接移转给单薄品 那因此呢 我们现在对他银行的部分待放 我们非常的担心 因为他本来就不透明嘛 高度不透明 那小的银行 最近就开始讲了 要去接管小银行 其实就在这里嘛 小银行 村镇银行 有两千多家耶 那你看看你要倒到哪里去 而且呢 他只是把掩饰太平 你没有注资进去 没有打呆 这些问题都不会解决 就像我08 09年 在大陆帮他们做的时候 你把这个问题资产 移给资产管理公司 你没有去处理 他还在那里 到了现在还在这边 所以最近目的 把这些资产管理公司 平等给降级 就在这边来 那我们也知道 我们之前也差不多谈过 中国的银行 其实也是放款给房地产的大咖 很大哦 它的规模是银行的将近是 四分之一左右 有时候是三分之一 那目前六十几家的 这个信托里面 大概不良资产 超过三分之一的 已经有14家 那13家不公布 表示它应该是更差了 那简单来讲 因为信托业 它不受规范 所以信托业的放款 以及跟银行之间的关系 错综不扎 所以会不会银行 又把银行给拖累下去 这个就很难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 它每一个金融体系里面的 大角色小角色 通通中奖 它的经济里面的每一个地方政府跟开发商 其实也都中奖 那我们来看它最近昨天又宣布一件事情 就是村镇银行 我们之前在它中央金融公共会议的时候 就看到它一个结议是说 怎么样去接管它 现在就是加速我们坚困村镇银行的这个退场 因为我之前有在那边处理过类似的业务 村镇银行就是地方 还地方地方的政府的财产 所以呢这里面的放款 都是配合关系人在放款 那它目前的呆账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银行分裂去比的时候 它的呆账也比别人高好几倍 可是其实高到好几倍 这数字还是假的 我们在器皿平等的话 我们都要乘以十 我们乘以十还不知道够不够 因为我们有很多方法去演示它 所以这里面也表示说 这个整个中国营养体系 可能短期内要正常运作机会不大 那这个是一个金融危机的概念 所以我们就来讲 目前你叫大家进行买 可是地产商的股价就很限制 大家完全都没有办法 有机会对它寄以任何的希望 所以持续的险落性的下跌 下一张就是这个股价 可以看到 每一次中共政府出台一个措施 支撑股价过两天就给你下来 这次是两兆进去 然后又给你下来 我看这个东西 等于是说我们类似一种 死亡陷祸的一个概念 你不然怎么给上来一下 就继续下去 因此来这样看起来 为什么我们在全球来讲 投资人 机构投资人 说中国目前的这个经济 实际上是全球经济的一个威胁 因为你一挂了之后 太多人在中国有附险 因为过去对中国太看好了 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如果他的经济 整个下行 我们都知道是说 他的GDP去年不可能有5.2 老实讲了 在乐观也是3% 像我们直接看零的人 他如果是今年的话 应该是更糟的话 那请问经济 他如果对全球的影响是什么 政府面都要看 然后金融的部分 就我刚刚讲了 我打得差 刚刚讲说 我自己也感觉观察 中国的经济 去年可能是衰退 那今年事实上衰退的几率也很大 那刚刚老师讲的是 房地产跟金融的呆账 那个到最后也会扩展到全球性 因为他的外资银行 刚刚讲到嘛 很多业者在中国的曝险部位 基本上也是要买单付代价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 也因为这样的压力 使得他那个通缩 跟他那个消费的压力 也是全方位恶化的 是 因为你没有钱消费的嘛 所以他会出口他的通缩 他不只出口他的通缩 消费市场也受到影响 所以Apple 大家才说 Apple在中国的销售 可能衰退一两成嘛 但Apple也只是冰山一角 我观察到有一些奢侈品 在中国也开始卖不动了 那很多消费性的品牌 跟业者跟企业也在撤出 然后再来 他仍然产能过剩啊 所以他也输出 比如说超低价的电动车 比如说电动车的价格 快要像当年的手机一样 打烂 那价格只要一烂 你看连特斯拉都快要撑不住 所以中国带来的那个变化是 很多层次 对我们在看他的出厂价格 PPI 年薪一年半左右下来 大概就是minus 2.5左右了 那就是说他出口就是minus 2.5 平均下来 那我们台商就变成是 我必须要降2.5才跟你竞争 我们不只在说 你刚刚讲特斯拉 或者是Apple手机 其实在钢铁业 在特定行业 每一个行业都看到 因此呢 我们目前来看的话 除了说护国神山 因为AI的关系 其他的产业 一定都会受到冲击 那也因为这样是一个 前求性的一种通缩 因为他出口了 可是呢 又有一个问题在 我们有地缘政策不确定性啊 所以其实如果不小心 你成长是停滞的 或是衰退的 可是通货膨胀 不一定会掉下来 这就是比较麻烦的地方 但是不管怎么讲 就前求的角度来讲 因为我们现在看下页 就是说 美国总统在选的时候 选几年 不可能不放利多嘛 我这边升的是利益 可是我旁边是在放钱嘛 写真贷款免除你的责任 然后我再放些什么 有了没有的补贴 因此啊 美国目前最好 那从这个情况里面来讲 就会看得到是说 资金我看到美国的利率短期 还没有要下来 中国你已经降准了嘛 你迟早要降息嘛 所以资金怎么会留在中国呢 资金一移出来 中国不是更惨了吗 所以目前情况之下 外国人其实讲的 根本的问题 你把所有的数字都藏起来了 可是对我们在资本市场的人 资讯最基本嘛 你资讯都不给了 我哪敢投你 所以目前机构法人的看法是说 China is not investable 就是这个原因在 所以呢我们今天讲 如果他银行被拖住了 社会体系被拖住了 他的经济 最好的状况 就是日本化 更不好的状况 因为他整个意识形态的带领 他走回到新文革 那就是朝鲜化了嘛 那所以因此我们对中国 目前有人说 我要去抄迪达房整平 大家还是务必慎重 就是中国可以日本化 已经是很好的天花板的发展了 但是中国如果朝鲜化 麻烦就更大了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那年代向前看 我们下次同时间准时收看 谢谢 真的 今天节目真的 好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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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